字幕提供 焦點視頻 大家好 我是MacLo 今天想跟大家跟進 就是這個預測王大賽 今天我錄製這片的時間 就是2024年8月1日 播出都會在今晚 就是因為今天我們這個大肆預測題正式公佈 我們已經把大肆預測題給我們參賽者 同時他們可以公開查閱 在我們焦點網的網站 都已經把所有詳情列出來 包括有大賽的時間表 還有其中一條大肆預測題 是相當之大家都關心的 就是這個奧運預測題 這題比較特別 我給的時間其實都比較闖絕 因為之前我們在日期上 由於因為台務比較多 所以整個比賽的時間延後了一些 好了 再說回 奧運預測題將會在明天8月2日晚上11點截止 各位參賽者就需要在明天的這個時候 將他們的答案的影片傳回來 給我們焦點視頻這邊 然後8月3日的中午12點 我們就會在西九龍中心 我們會在西九龍中心 在12點至2點這個時段 就是我們這個預測王大賽的 起動賽 到時就會將這些答案 參賽者作答的影片 播放出 然後我們的評判 就會公開評分 整個過程我們都會直播 全程直播 無論參賽者還是觀眾都可以看到 所有評判給的評分和意見 大家都可以一一看到 然後大家不需要擔心 如果我不來到現場看 會不會錯失了 都可以在我們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就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大家都知道 我們之後的比賽 一直會和大家跟進下去 簡單來說 就是8月、9月、10月、11月和12月 這幾個月份 都會有不同的技術題 由我們11位評判團出題 給我們的參賽者作答 範圍大約 包括一些佈掛、八字、斗數、奇門遁甲 或者一些西方塔羅的問題 所以到時我們的參賽者 在不知道哪個評判出題的情況下 他們是去選他們想答的題目去作答 所以到時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們的答案 評判也就著他們的答案去評分 有不同的評分的基準 再說回我們這個大肆預測題 這個大肆預測題 我覺得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大肆預測 包括有些甚麼呢 因為始終距離我們1月1日的王者決戰 有幾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是用盡這五個月左右的時間 裡面有些甚麼大事 希望我們的參賽者 盡他們所能 可以提供到一個最好的預測答案 然後給我們大家參考 裡面會有甚麼美國總統大選 大家也知道 一定是大家很關心的一件事 因為最近發生了一些很戲劇性的新聞 特朗普耳朵受傷 到底會不會就是他必勝的一件事 但賀錦麗的民調又比較高分 所以這件事比較有趣 所以在那個預測裡面 大肆預測題是其中一題 然後還有當然少不免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每個月都會追蹤 所以參賽者都需要去預測 例如8月、9月、10月、11月 他們的指數會是怎樣呢 這個很有趣 我們就是用這個24節氣的交轉日 去作為一個結算的指標 識完學的人就一定知道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然後還有就是黃金價格 黃金價格 同樣地按照黃金價格的走勢 每美元對安市作為一個作答的指標 還有甚麼呢 還有就是香港的颱風次數 我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香港掛10號的颱風次數 到底這幾個月內會有多少次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世界大事 我覺得也有很多人很擔心 或者很關心的 就是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在2024年之內 會否完結 完結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犯指雙方簽署這個停火協議 正式簽署這個停火停戰協議 又或者雙方裏面有其中一個國家的元首是死亡 又或者雙方其中一個國家自行宣佈戰敗 不是宣佈對方戰敗 是宣佈自己戰敗 只要達成這三項其中一個可能 都視為之戰事的完結 所以這個預測題就是 2024年俄烏戰爭能否完結 這也是關乎一些世界大事的事情 亦是一個相信在玄學 可以預測到或有一些答案 當然都視乎參賽者 或者作為一個對玄學的愛好者 他自己本身對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世界觀從而得出一些答案 例如你計算完數 很好 你沒理由你猜恆指可以升到七萬點 所以詳情大家可以 按進去我們這個留言區 以及影片的資訊欄 都會見到有一個連結 就是fmtv.hk 斜洞 prediting 可以見到我們這個整個網站 裡面會有賽程 以及一些不同的問題 全部東西都會公開 包括我們一些直播 我們都會放在那裡 方便大家可以在一個網頁上看到整個比賽 希望盡量做到公平公正公開 連評判我們基本上評分的標準都會列出來 我們都會列出來 不過都要理解就是 每個評判有他評分的標準 自我的心理 有些可能會嚴謹些 有些可能會鬆手些 希望給多些機會給參賽者 有些可能對某一些術數工具 他就會看得比較重 這也是可能會發生的事 所以大家記得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同時也跟各位參賽者說加油 如果你們認識任何一位或其中一位的參賽者 多些給他們鼓勵說話 因為我們這個比賽是一個長命戰 玩幾個月的 同時也可以帶到很多資訊和娛樂性給大家 好嗎? 我會繼續和大家密切跟進這個預測王大賽 我們到時見 就算了 嗨 是